人生中都有一個天良心的好朋友 那就是我上課常講的啊 就是同仁師害問 我不負有 有很多失敗 可是那些經歷造成我是一個 懂得感恩的人 命理上在判斷的時候啊 本命盤要去了解 你才會知道說 當你碰到暈現的狀況的時候 你有沒有那個能力去度過它 我女兒出生了 我想把我這個 阿公給我的禮物 傳給你 爸爸沒有什麼可以給你 就是一個正向思考的能力 不要錯的時候 拿起來 大家好 今天的來賓呢 在台灣的工業設計圈呢 是相當相有名的一個設計師 在設計圈有很好的名聲 他也教課 所以有很多愛戴他的學生 他教出來的學生啊 幾乎每年都拿設計獎 他自己本身呢 也得過很多國際的設計獎 他還自己組樂團哦 這基本上就是 50歲的中年大叔的最佳範本 其實我來自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跟你是大學同學嗎 好不容易存錢打工啊 然後就變工作長到30歲才 存到一半的錢 出國念書 在荷蘭 他好不容易存了一筆錢 終於要出國囉 在上飛機的前一刻 他接按的工資倒了 本來應該要拿到的錢就沒有了 所以他 當下他就必須決定說 我該不該走 帶著一張機票幾萬塊錢這樣子 客戶跑了 跑了然後就找不到人 硬著拖別去了 就是去了大陸再打算 我記得你那個 去學校報完名之後 馬上就去找工作了 他就洗盤子然後也去當過那個 Garden就是 修剪花木的那種 嗯 就禮拜天修剪花木 並是下課就去洗盤子 他念的荷蘭的那間學校啊 現在是全世界 設計圈裡面的最有名最頂尖的學校 然後事實上 國外的設計環境跟台灣 有很大的落差 他原本是我們班功課最好的學生 到了荷蘭之後呢 很大的挫敗 這講起來很有趣的 挫敗是什麼 我覺得是整個觀念上面 因為台灣的教育方式 偏重在技術上面比較多 所以大陸之後 真的被盯得半死 我們常常說設計沒有過程 可是在 像歐洲那些學校 非常注重過程 真的是勝過於結果 嗯 然後老師歐洲 你這個怎麼怎麼想出來 我說沒有 我就憑感覺 我覺得設計不需要做研究 直覺就好了 嗯 我靠我的sense 就真的被盯得滿頭包 他的老師虧他說 他應該去開模型工廠 第一學期 還說他學校的一封信 你本質上不是的這個學校 思考方式太僵化了 老師講幾句 我頂一句 這個我直接用我的反射能力 就可以做出來 他就跟我講說 這樣你來這邊幹嘛 他們理性評估說 你不適合練這裡 我成績還不錯勒 可是成績不錯是怎麼知道 而且我東西做得太精緻了 後來你還是從那個學校 用很好的成績畢業 後來 搞懂了 體學學期是完全變得滿頭包 後來慢慢慢慢理解 後來我還真的頭盪萬骨 一般我們都會覺得說 我既然都已經在一個 世界等級的名校畢業了 照道理來講 他應該要留在一個 相對來說 比較容易讓自己有 世界的設計地位 然後有名望 甚至有錢的地方 他最後回來了 我覺得這故事 我可以稍微講一下 我記得那時候我畢業前跟丹麥的設計師聊天 聊天都講到說 我很羨慕我們丹麥的設計師 整個制度環境那麼成熟 已經發展了那麼多年了 出了那麼多大師 丹麥設計師回答我一句話 讓我們思考很多 他說其實我反而羨慕你們 因為你們國家從零開始 在丹麥因為我們太多大師了 但大師幾乎把丹麥的設計全部定義完了 所以我們後面的人等於是活在一個非常大的槍的陰影下 很困難超越甚至不太可能超越 那台灣還沒有 你應該回去定義你們台灣的設計 當你們台灣真的工藝設計的第一代的大師 我突然間覺醒的對 我覺得我應該回去才對 用台灣的設計去讓全世界看到 後來我就真的做很多實驗色彩的設計的展覽 然後在國外發表 反過來這麼做 後來相信我做的那個決定是對的 16年前台灣其實還不流行看設計展 對於設計的看法還是在於做ODM 也就是做代工 幫世界各大品牌來做代工 重點是客戶要不要買單 設計師基本上講的更難聽一點就是 幫工程師把他那個機器包起來這樣子而已 早期台灣基本上是做37類的 就是那個電腦啊 電腦啊 手機啊 對 我在16、7年前我剛回到台灣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當然是成立自己的公司 專門是做以前比較少見的那個 生活風格類的產品設計 生活風格類就是回到那個刀叉尺來 生活雜貨 就是IKEA IKEA這些東西 對IKEA這些東西 看起來現在覺得很正常 當時是很少人的 對很少人 我是台灣大概最早就做這方面的 對對 從20幾歲開始做這方面的設計 30初的時候開公司 很正常就以這方面的設計為主 然後成立自己的品牌 我最後瘋狂的事情是我開始思考 怎麼發揮做設計師在社會的影響力 因為覺得只是產品或是得個獎 那是很個人的事情 那個不足以形成影響力 我覺得這影響力要撤展 藉由展覽讓大家知道說 這群設計師在想什麼 你可以藉由一幅畫去講一件事情 設計師可以藉由一張椅子去講一件事情 對 所以我就期待出這件事情 可是當時還沒這個環境 我還跟幾個朋友講說 他們都想太多了 台灣沒有這個環境 你公衛設計師就是要去世貿商展 你知道台灣沒有這個環境這句話 是讓在各行各業 你知道嗎 我們聽到各行各業的人都會說 啊這個台灣沒有辦法 台灣沒有這個環境 啊這個台灣不行 不是只有設計圈 我要是要被人家念 而且包含我同學 對我們同學 都覺得你想太多了 結果後來隔了十幾年 現在一堆撤展人 連我學生剛畢業就當撤展人 對 然後那些同學們也開始也去撤展了 開始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你想太多了 可是當時我真的覺得 我們要做一些改變 才能夠提升一般人對設計的印象 你跟民眾的溝通 不能只靠東西在商品裡面販售 那只是一個價格 或是說視覺上的溝通 專家邏輯啊 那個精神面 那是必須藉由很多撤展之類的活動 測台灣的第一個設計展 叫做RUN有秩序 在2007年的4月 在別美館 那時候蠻多迴響 後來影響很多 後面的設計師開始去撤展 我記得4月撤展隊 可是到7月我公司就不行了 撤展完很成功 很多媒體報導 快倒你要敢去撤展 撤展已經醞釀了半年了 沒辦法 那是我的夢想 大家有沒有發現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完全沒有去想後果 這是優點的缺點 很多人說 你這個人做事欠考慮 我都回答說 我覺得你這個人做事想太多 兩個階段不一樣 我這種人終於跌倒 也終於走到一個 一般的無法想像的高度 上個月後倒掉的時候 就收起來了 然後我女兒剛好出生 我記得剛剛要滿月 那時候非常愧疚 我就回到家看我女兒 我還跟她講說 對不起啊 爸爸這次搞茶 影接你就是一個那個 剛剛做生意失敗的那個父親 很諷刺 那時候剛好那個 很有名的那個超愛叫Jimmy 他辦一個雜誌叫 Jimmy's Bar 而且我寫一篇文章 我就還記得這題目叫禮物 寫一篇關於禮物的文章 放在他的雜誌裡面 我看我現在超級缺乏人家鼓勵的 我要怎麼去鼓勵人家 對那時候我還是寫了 禮物這篇文章我寫的是什麼 不是具體的東西 我想是一個正向思考 那是我父親給我的禮物 讓我用了這一輩子到現在不匱乏 然後我最後的文章是這樣寫說 現在我女兒出生了 我想把我這個阿公給我的禮物 傳給你 爸爸沒有什麼可以給你 就是一個正向思考的能力 遇到挫折的時候 拔起來 隔年我們就繼續 又重新創辦現在的公司 叫敲門設計 世紀年來就到現在 一路到現在 然後最近又重新再做品牌 鞋子的品牌 台灣早期做代工 也就是說呢 我們講說我們是筆電大國 其實那個筆電 那個筆電腦 或是手機大國 事實上 那個都我們只在幫人家 做那個機器而已 品牌都不是掛我們的 設計在這個關鍵點裡面 做的只是幫工程師 把它那個皮包起來而已 在這個過程中間 設計價值是不被重視的 只會看到說 東西漂不漂亮 他不會去討論說 其實設計師除了把東西包得漂亮之外 還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也不會去討論說 設計師能不能夠幫整個產業 做出更好的提升 慢慢慢慢的 從他做展覽 開始帶領一些風潮之後 台灣的設計圈 開始在想 我們要怎麼來做品牌 18年他要做品牌的時候 我當然是祝福他了 不過但心情上 也是覺得 那你真的又是一個很大的勇氣 我在30歲到40歲那段時間 其實做了不少 白話講是比較取高和寡的 讓世界看到 得獎 得獎 然後被那些博物館收藏 對 然後很多機會在國外展覽 可是到40歲之後 我開始在思考一些事情 回到設計的本質上面的時候 我開始慢慢更相信 更名聲化的設計 設計應該是要大部分人都負擔得起 而且是每天都可以用的 本來就設計蠻多的鞋子 在幫那個印尼的客戶 他們幫那些大廠代工的工廠 他們也支持我去做這個事情 就開始做鞋子 很名聲 有設計感 每個人都負擔得起的一個鞋子品牌 對我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去年參加了一個展覽 那是以前不是我的戰場 台北時尚週 不管我在工業設計圈是怎麼樣 在時尚圈我就是個菜鳥 從頭開始 其實我覺得是個挑戰 二十七八年前 我們也不懂設計 也是從零開始學的 以前我們可以學 現在為什麼不能學 所以我就學起吧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個人生正經組合環 這就是我上課常講的 就是同梁思海味 不認識他的外人來看這件事情 都會覺得 哇 名校回來 哇 你是台灣第一個在做這種展覽 哇 你可以做什麼 可是實際上呢 他人生碰到很多的痛苦 非常非常多的痛苦 我們在 在陡數裡面常常在談那個 同梁思海味 天梁捉命在海 天童在對公 這組的盤 古書都會說這種人呢 他是漂泊一聲 然後古書都覺得很不好 實際上來看 他從宜蘭一個鄉下小孩來台北念書 畢業之後自己努力出國 再回來又創業公司又倒掉 我們也可以從這角度來看 他人生也是漂泊人生 古人會覺得這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可是在現代來講呢 這些目前我們覺得他很不錯的地方 都是因為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質啊 叫做他願意幫助人 所以他有困難的時候 朋友都會幫助他 天良心作命 有沒有 我們是常說 人生中都有一個天良心的好朋友 有關注我就知道說 老師在幾年前 其實是一個一整年 那個可能只有兩個客人 三個客人 那三四個客人其中有一個就會是他 那因為老同學的關係呢 我只要開餐廳 他就一定帶朋友來吃 然後我賣冷凍食品 他就一定賣 所以呢 我當命理師 他即便是基督徒 不行 他要來支持一下 就給他算 對就是當年 你上課文就上 對他上課文也來 他聽不懂 然後他也不見得相信 但是純支持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他遷移光是天童星 對外呢 他總是不跟人家計較 做四馬地 他自己本身的個性 他就不會在乎說 他今天一定要在宜蘭 一定要在台北 一定要台灣 一定要在哪裡 他會願意去接受 生命給他的每一個挑戰也好 或是每一個機會也好 或是每一個考驗也好 他都很心難就接受 欸好那不然就這樣子吧 那就來做做看吧 因為這樣子本身 本命團上面的這樣子的特質 讓他在碰到運線的時候 有任何的問題 他都可以解決掉 這個是同梁四害未的人 我們一般都會講說 說他的人生 比較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人生總是會通過 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他本性善良 願意幫人再來 他不怕環境給他挑戰 那個天童星在內心裡面 再大的問題 你看他剛他跟他女兒說那句話 你才剛出生 哇爸爸搞砸了 可是我就繼續去努力了 命理上面 現象的發生 都會是在運線 可是他面對整個人生困境的時候 他用的是他自己自身 也就是本命團 天生帶給他樂觀的特質 天生帶給他 願意學習 天童星是學習的星藥 這樣子的個性 來幫他度過難關 命理上在判斷的時候 本命團要去了解 你才會知道說 當你碰到運線的狀況的時候 你有沒有那個能力去度過他 如果我們將本命團的優點發揮得很好的話 可以幫助著我們在運線裡面 度過人生很多很多的難關 我不富有 因為很多失敗 可是那些經歷造成我是一個 懂得感恩的人 自主的人 我這個 也會都支持我的老同學 謝謝大家 對 我們上課公開講 我今生之所有的功德 期待我下一輩子是兩攀 真的啊 真的很 我也認為我是人生意主 女朋友叫正妹 這是個人品味的問題 老師我自己以前是面設計的 成績不好所以只要當女師 賺多少錢 你會最好的 來自治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還有一日 下次見